现在出事情的李孟宴 当了92天的交通部长 不也是这些跟小三婚外情 桃花党 现在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到处都有 真的会办吗 李孟宴的事情 到底是涉及私德 还是他也涉及到公益 他当然是公益问题啊 李孟宴的这个事情 有小三的事情 因为是在从台南的八大行业开始 他在台南担任水利局长 后来做秘书长 做代理事长 他也是赖清德赖皇最爱的人之一啊 当然没有陈仲宴这么亲啊 静默者黑嘛 李孟宴有小三的问题 在南台湾找旧 大家天内都知道 陈仲宴到底是通过什么管道找 他不是一个哦 他是好几个哦 但是是同一个什么 是同一个鸡头帮他找吧 所以李孟宴的情况 跟陈仲宴不一样 陈仲宴是喜欢 在这个群花丛中啊 他就要点他的喜爱 但是李孟宴是跟王世坚一样啦 十年磨一剑啦 死同爱一个人啦 刚才又问到一个问题说 到底谁抱这个料 不是政党斗争啦 也不是党内斗争啦 这是谁抱的料 就这个女的抱的料嘛 这跟赵天霖情况一样嘛 无情无义把人家一脚踢开 所以这个女的找不到人了 怎么办 就丢一些照片出来 希望逼这个男的出来谈判嘛 不是这样吗 就是我们看那个致命吸引力的那个情节嘛 李孟宴跟陈仲宴 他们其实都是赖清德在台南担任台南市长之后 五人小组里面的成员啦 五人小组里面你想想看 现在多少人中标了 李孟宴陈仲宴两个中标了 黄建柱是因为前年心脏病的问题过世 现在只剩下两个啊 有一个邱莉莉 会显难也无罪 剩下一个林俊宴 号显市长 为什么人家冰髓这样爪啊 赖清德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人 而且赖清德是非常严查的 比较近于苛刻的上司欸 如果底下的 尤其在台南那种地方 怎么可能瞒得住赖清德啦 那就是因为大家彼此有同好嘛 有同好才会窝在一块 才看着顺眼啊 里面不是同好 他就把你看成异类